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救救你 这杀猪的没罪 这按猪讲的可是有罪的 天贵你太过分了 你看 今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啊 现在连气候都变了 师父 您走好 他们常说念佛吃素 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善知识 善心的人 因为他们的慈悲才有圆满的功德 对 如果一般平民百姓 因为他们周围环境的关系而不能好好地念佛 那他们岂不是很难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宏愿了 那也不一定啊 念佛修行是靠个人的心境而不是受环境所限制 只要吃一句佛号 难谋阿弥陀佛 无论身在何处 做什么事情 恶技 恶下 恶人 或者是恶业破坏 念佛功德 可超胜一切 不但不会被破坏 而且还会自在往生啊 人生一世 举凡贫穷 疾病 终有灾难 恶缘 秘境 甚至一切是非成败 恩怨情仇等苦 究其根源 一言一必知啊 即使夜深长重 福伯会浅也 请老和尚开示 既然我们业障这么深重 岂非一定堕落恶道受苦 没有机会出离了 大街当前危难莫测 总定业难转 亦可仗福利 往生西方而出苦海 边青人 边青人 咱们净土祖师 连池大师 有一段发愿文 是这么写的 棘手西方 安乐国 接引众生 大道师 我今发愿 愿往生 为愿 慈悲 哀赦 受 祖师 祖师劝勉 我们要时时 谨记着 人生 人生如梦 世事若患 健康百年 幸福一世 顺息便是 转眼成空 若不往生 尚在轮回 若能往生 则未来 无穷无尽的 生死轮回 从此断除 永无生老病死之重苦 与弥陀同正 无量寿命 无量光明 无量慈悲 无量智慧 无量神通啊 师父 只念一句 阿弥陀佛 会有如此大的功效吗 念佛当然要专 起心动念 皆向阿弥陀佛 向西方境界 想弥陀的教化 念念佛号之中 生生皆忏悔 忏悔自身 夜中福清 掌身慧潜 所作罪够 无量无便 愿佛力加倍 使我素杖自除 善根增长 年轻人 只要新城 有求必应 谢谢师父教导 今天 我给你讲一个 念佛人 随造恶人破坏阻挠 临命中 念佛照样 往生的故事 希望能给你一个 启发一个信心 好好啊 谢谢师父 这个故事 就发生在我的老家 我小的时候 同样是这样一个冬天 在四川省自同县 话说 在自强镇 住着一对夫妻 他们结婚多年 没有生子 这对夫妇 是以卖菜为生 买菜吧 买个大白菜 多少钱啊 你忙 西红柿 西红柿 买菜嘞 要吧 要吧 挺好的 买了买了 新鲜的大白菜啊 买了买了 瞧一瞧 看一看啊 要吧 老夫人 你看 老夫人 老夫人 我们今天买点什么呢 好 老夫人 你好 老板 老板娘 你们好啊 老夫人 您太客气了 老夫人 我早就跟您说过 别老板 老板的叫啊 教我老菜 菜天贵就行了 是啊 老夫人 我们这个小摊子 做的都是小生意 您这么老板老板娘的叫 我们都怪不好意思的 您就叫我连香好了 小生意也是生意嘛 叫成老板也不过分嘛 好好好 我就叫你连香好了 老夫人 您真客气啊 要不是您常来关照 我这档小买卖也做不成啊 看你说的 可不是吗 像你这么潜心念佛的人呢 可真是难得 除了家中一家大小都要吃素以外 还要经常送饭菜到寺庙去供养出家师傅 真叫人羡慕 哪里哪里啊 你看你们夫妻俩 你一句我一句 复唱复随的 那才叫人羡慕呢 老夫人 不瞒您说 我家这母鸡啊 什么都好 就是不会下蛋呢 你看你看 她还凶得很啊 我看你得学着老夫人 虔诚拜佛吃素 修一修心了 我是个粗人 再怎么学也比不上老夫人呢 我是老板娘啊 吃素念佛是不分贵贱的 只要诚心 人人都能修的 既可消灾解难 亦可延年益寿啊 真的吗 是真的 念佛的好处可多了 三两句话呀 也说不完 有机会 我再慢慢的告诉你好吗 好好好啊 得了得了 今儿啊 我们可把老夫人的时间给耽误了 对啊 真是不好意思了 老夫人 您今天要吃点什么 那今天呢 没样给我来一点 走了 老夫人您慢走 老夫人慢走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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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吧 新鲜的萝卜 来看一看吧 我 没有 能不能 我 我 brighter 林 Π 我 啊 来 蔡嫂 春梅 这么巧 你也来上香吗 是 你也是来拜佛的吗 我 不是 我是陪老妇人来听法师开示的 听法师开示 在哪 就在那边 来 我带你去看看 就在那 你看见了吗 人命无常 而佛说的更透彻 佛说 人命在呼吸之间 一口气上不来就要撒手人间了 此后没有一件东西能带得去 唯有夜随身 恩爱夫妻从此阴阳两隔 人生在世如同电石火花一样 一眨眼就过去了 何不趁着还没衰老 尚无病苦 抖擞身心放下世事 有一天的时间就念一天的佛 有一时的闲工夫就修一时的敬业 倒是由他命中我净土的资粮 早已经预先办妥 往生的前程 已经妥当了 更何况 往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大愿 愿愿都为肚脱烦恼无名生死众生 无论贤圣凡于贵贱 包括三恶道众生 都可仰仗阿弥陀佛 慈悲本愿力代业往生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往生的实力铁正如山 不容置疑 念佛往生之广大利益 甚深难信 除非达到佛果境地 否则无法究竟了之 要知道念佛的人消灾严寿 而命中往生 正大涅槃究竟成佛 今天能够让我领悟到吃素念佛的功德 这都是托宁老人家的佛 哪里哪里啊 这是你自己的福分 这是我们有缘呢 要不然怎么能一起听闻佛法呢 希望我们还可以一起修持 可是我没有念过书 看不懂佛经怎么办呢 没关系 修持有很多种 你可以从吃素念佛开始修持啊 吃素呢就是修身 念佛后就是修心 把身心修好了 便会伐喜充满 智慧也会增长啊 有朝一日 必能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啊 虽然我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相信 只要老老老实实的吃素念佛 总有一天 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对不对 是啊 蔡嫂啊 其实啊 你现在已经比一般人早开悟了 真是难得难得啊 好 我们一起同心发愿 往生净土 天桂 你在家呀 我还以为你不在呢 怎么 你不想我在家呀 你笑什么呀 你别管 我有件喜事要告诉你 喜事 怪不得你嬉皮笑脸的 你 不是在路上捡到金银财宝了吧 不是不是 这可比捡到金银财宝还要可贵 除了金银财宝的事 其他的我都不感兴趣 要是关我的事呢 你 你有喜了 呸 这么多年了 要有早就有了 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这喜从何来嘛 今天我在寺庙里 听见别人劝说 说平时吃素 老是念一句佛号 可以到一个名叫西方极乐世界的地方去 西方 什么 这也算喜事 神经病 神经病 天贵 这可是很难得可贵的喜事 如果要是我们吃素念佛 等等等等 什么我们 啊 什么吃素啊 你可别跟我在这儿瞎扯啊 我还要 我还要发大财 还要住大房子呢 还要吃进这世界上山珍海味 叫我吃素 神经病啊你 你不是赞成我吃素念佛的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 在老夫人面前啊 你不是说要我学像老夫人那样 吃素念佛修修心 我可是记得很清楚 那是奉承的话 我们是卖菜的 当然希望越多人吃素 声音越好嘛 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明白 就算是我误解了 但试一试也无妨啊 我跟你说啊 别人家吃什么 我可不管 但是我们家必须得吃肉 不然的话 我可不喜欢你了 好好好 你不吃就算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吃素了 不行 你是我老婆 你就得听我的 不要像一般人那样迷信 有谁上了西天呢 有谁见过佛 你啊 小心上当受骗 再说 我们两口子一口锅造吃饭 你要是吃素的话 我们还得分成两个锅 多麻烦啊 你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不会影响你的 我告诉你啊 反正我就是要吃肉 嫁给我当老婆 就得给我做肉吃 天贵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要吃肉 天贵 哎 哎 茶来了 什么 你老婆要你吃素念佛啊 什么 老婆要吃素 好啊老赛 这下你可省钱了 去去去去去去 有你什么事啊 在下掺和什么呀你啊 那倒不是啊 不过她自己倒挺认真的 哎 哎 你是不是好好的吃什么素啊 就是迷信啊 说什么吃素念佛可以上天堂 哎 哎 不对不对不对 是 上七天 哎呀 反正啊就是说死后啊 可以做神仙什么的 哎 这个呀 我也听说过 哎呀我老婆这个人啊 就是太老实了 又没有读过什么书 乡下人一个 容易受骗啊 我说啊 这搞不好啊 还会中邪呢 不会吧 我看她吃素也没什么不好 城里很多人都吃素的 哎呀我说你没脑筋嘛 就是没脑筋 吃素我呢是有钱人的玩意儿 他们吃惯了山珍海味 想换我口味 有的呢 是吃的太多了 太重了 怕死后啊 飞不上天 所以啊 吃些个青菜豆腐什么的 它比较舒服 好飞上天啊 哎 这 哎 还真有这回事啊 哎 老赛老赛 别理他 咱们言个正传啊 你呢 是一家之长 这时候啊 就一个拿出做丈夫的威严来 说不准吃素啊 那就不准吃素 他要敢违抗啊 你就修了他 什么 老赛 你要休息啊 休息更省钱啊 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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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不太好吧 啊 为了这件事儿就把老婆给修了 这莲香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她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啊 我只是不想让她太迷信了 所以才想办法阻止她嘛 对啊 这菜嫂可是乡里出了名的贤惠 再说 人家吃素又不是什么过失 你要叫人休息 这太过分了 我只不过是说溜了嘴啊 老赛啊 你可千别当真的啊 哎呀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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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不知道你小子啊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今天找你来啊 也是知道你鬼点子多 帮我想个法子 啊 搞破坏嘛 我最在行了啊 只不过啊 现在这肚子有点饿了 想不出来啊 行 哎小二 快来来来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啊 要吃点什么 有什么好吃的没有 给我弄点来 有 叫弄素的给你们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菜嫂 菜嫂 你怎么了 老夫人是您呢 您是来买菜的吧 你到底怎么了 跟我说说好吗 那天我听了法师的开示 和您的教诲 就决定诚心吃素念佛 好啊 谁知道我的丈夫不单反对 还存心破坏 又这样的事啊 天贵快过来吃饭了 快吃饭吧 快吃饭吧 你干嘛呢 赶快坐下来吃饭 来 今天的猪油真香啊 你也尝尝啊 天贵你太过分了 燕香 没关系 来尝一口嘛 今天不吃素我没事 咱们改天再吃啊 来来来来 听话啊 这猪油特别香 你就尝一口吧 来来来 尝一口尝一口 尝一口 我不骗你 我没骗你吧 好不好吃 这就对了 来来来 吃块猪肉 吃条鱼 你真是太过分了 我不骗你 好吃着呢 你瞧 天香啊 给我倒杯水啊 嗯 放哪儿 放这儿吧 天贵你怎么能这样呢 吃都吃了 还说什么呀 你 反正你每天都得给我做肉吃 不也是一样上不了西天吗 告诉你啊 像我这样每天吃肉的人 他没罪 啊 像你这样每天给我做肉吃的人 他才有罪呢 吃吧吃吧 别想那么多了 常言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和丈夫之间 如果因为吃素的问题 导致两个人 心中充满了怨恨 而伤害了彼此的感情 那又何苦呢 与其伤心 倒不如放下 放下 老夫人 您的意思是 您的意思是 你丈夫不让你吃素 那就随她吧 她不让你念佛 你可以在心里默默的念啊 朝也念 目也念 行也念 作也念 只要心中有佛 一心向善 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不起任何的恶念 这就是所说的 心诚则灵啊 嗯 卖菜了卖菜了啊 新鲜的菜 猪子 大姐要点吧 挺好的 很新鲜的 老辣 心情 好 是呀 来 来看看 来看看 等一下 你病了 没有啊 没有你这一个人在嘟 czł什么呢 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买去 就买一斤烧肉回来 好 那我现在就去了 你在这看着摊子 年轻 别忘了 给我买瓶酒回来 好 大姐 看看这菜 多少钱一斤 一块钱一斤 吃饭了 还抽烟 过来呀 酒都给你烫好了 你的菜呢 就是这些呀 你不吃素了 这就对了吗 这两口子过日子 过得好好的 吃什么素啊你 弄得大家跟仇人似的 多没意思啊 来来来 再来一块 我的好老婆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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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这鱼够做了 赶快 我饿了 这条鱼怎么可以放在这儿呢 还有摸摸出去了 我这样子会放到鱼处 放开鱼处 这段是放在这里 看到鱼这一点 放在鱼处里 这一点是不嫌多 还没有放一元 涮起来 老颜 这些鱼是你的吗 是啊 收成还不错吧 这鱼活生生的还没死呢 新鲜才好吃呢 才能卖的钱多点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残忍吗 残忍 没得吃才残忍呢 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我说菜嫂 你要可怜那些鱼呢 倒不如可怜可怜我 一天卖不了鱼 我都没饭吃 你要是真好心 你就帮我把鱼买了 好 我买 谢谢啦 有毛病 有毛病 来 来 来 喝着啊 来 好 老蔡 老蔡 有事啊 还不是你老婆的事嘛 关我老婆什么事啊 你跟她怎么了 你可别误会啊 我跟你老婆可没什么事啊 只不过她今天啊帮我买了鱼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怎么了 然后她把鱼给放生了 你把老婆放生了 去去去去 关你什么事啊 哟 是 你不是想把他念佛爷给止住吧 讲的正是啊 那容易啊 把他念佛的东西给他扔了不就完了 你以为我没想过啊 可是行不通呢 你想想啊 这念佛他随时随地都能念呢 说的也是 说的也是啊 所以嘛 我才急着让你出来帮我出个主意啊 这个嘛 小二 来了来了 有了 你老婆吃素念佛做善事 无非就是想让上西天嘛 你让他多做坏事让他造罪 这样子他不就念不成佛了吗 对呀 让他做坏事 他就做不了善人了 他就没资格念佛了吗 绝 真绝啊 那我用什么法子让他干坏事啊 他就没资格念佛了吗 绝 真绝啊 那我用什么法子让他干坏事啊 那我用什么法子让他干坏事啊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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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老爷教的方法虽然可靠 但是如果要万无一失的话 我再去问问 逃 就这么办 小和尚 阿弥陀佛 施主有什么事吗 小和尚 你的师父在吗 对不起 施主 我师父出去了 你找到老人家有事吗 有这么巧 算了 师父不在 问问徒弟也行啊 反正都是出家人 这应该懂吧 对 小和尚 来来来来来 我问问你啊 这个 如果有人做了错事 即使再怎么吃素念佛 死了以后 是不是也一样上不了西天呢 也不是的 佛经上有记载 若是众生造了种种罪业 在临终前 以至诚恳切的心 忏悔念佛 一样可以往生西方正土的 这做了错事 念几句佛就可以上天去 你连想都不想就回答了 你分明在吹牛嘛 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呀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不能不相信佛陀说的话呀 去去去去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我看你小子年纪轻轻的 准是做了没几年的和尚 问了也白问 我走了 阿弥陀佛 我 买点萝卜吧 好 来 多少钱一斤 谢谢 看看白费 萝卜 妈妈 走 脸像 你看这个 不好意思 今天生意我们不做了 什么事 有喜事 什么喜事 到底什么事 这菜咱们不卖了 这生意不做了 今天不做 明天不做 往后都不做了 咱们以后吃什么 我跟你说 咱们去个店 一看你就知道 上哪去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走 走 你问那么多干嘛 我给你看点东西 瞧瞧 天贵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年轻 你看到这些猪了吗 这是我们的猪啊 我们的猪 是啊 我跟你说 我把菜摊子给卖了 那些钱拿来买了这些猪 你打算改行养猪啊 我呀 不但要养猪 嘿嘿 我还要杀猪卖猪肉 杀猪卖猪肉 天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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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你 你以后跟我到土厂去 土厂 我去干啥呀 干啥 你不去帮我摁着猪腿 我怎么杀猪啊 你 我不去 来来来 进来进来 出去啊 别怕别怕别怕 别怕 来 该干活了 老刘啊 都杀了吗 好了 干我了干我了 赶紧要到市场去了 来来来 天下 这儿就是土厂啊 也就是杀猪的庄 我们的新生活啊 就要开始喽 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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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过来 过来 你不帮我 谁帮我 天贵 我真的做不到这种事 我真的不行 我跟你说 没关系的啊 慢慢你就习惯了 去去去去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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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没事的 真的不能动 我又是杀猪嘛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了 慢慢的你就习惯了 我求求你了 不 没事 不 不行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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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按住 天贵我求求你 按住了 别动啊 告诉你啊 这杀猪的没罪 这按住假的 可是有罪的 啊 erd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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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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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嫂 蔡嫂啊 过来 来 见见师父 阿弥陀佛 施主 关于你的遭遇我都略知一二啊 你既然已经发愿立定决心 今生要了断生死 愿见阿弥陀佛 而现在你的遭遇 正是考验你的信心和决心 你丈夫处处为难你 对你的障碍 这是一种逆增上缘 只要你不放弃 弥陀西枝西剑 功夫绝不会白费的 可是他现在变本加厉的 天天逼着我造沙业 还说 杀猪的没罪 按猪脚的人才有罪呢 这正是一个大好机缘 畜生与人同样有佛性 同样可以往生成佛 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 第一愿就说了 舍我得佛 国有地狱 恶鬼畜生者 不取正觉 阿弥陀佛的悲愿 就是特别为度三恶道众生而发的 那我不是要继续造沙业了吗 畜生和人类虽然体型不同 但知觉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记得 为那些可怜的猪做三归一 替他们念佛忏悔 再念往生咒 愿弥陀慈悲 接引他们往生西方 记住 京城所至 一定会有不可思议的感应的 蔡嫂啊 法师说得对啊 以后啊 一定按法师的教诲去做 努力的修行 谢谢法师 走了啊 好 田香 来 按住啊 这老菜也太过分了 自己不幸福也就算了 居然用这种卑鄙的方法阻止他老婆来修佛 真是罪恶深重啊 是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其中的第十八愿说 舍我得佛 释心信药 欲生我多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极恶之人 依靠十念 亦可往生啊 师父 故事发展到这里肯定下文 对不对 请师父再继续给我讲故事好吗 好 谢师父 话说蔡嫂 随丈夫改行之后 老蔡就再也没有听到妻子的念佛声了 从此 诸遭残杀的豪生 替代了妻子的念佛声了 蔡天贵得意这一招的灵验 每次杀猪都让妻子按住猪的脚 就这样又过了三年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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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佳 来来来 干活了 哦 来 按住了啊 收 joined strony 南无阿弥陀佛 文阿弥陀佛 新歌 这个 听好了 極阿弥陀佛 武阿弥陀佛 哎 善亲人 我们专程来通知你 三天之后 我们将跟随阿弥陀佛一同来接引你回家 你们是什么人 我早就知道你们会来锁命 我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 求求你们 虽然杀你们并不是我的意愿 但是你们确实死在我手上 这个因果报应 我早就应该知道 不用等三天 你们现在就可以要我的命 善心人 你别误会 我们都是因为你 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怎么会要你的命呢 那是因为你念佛的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要接引你到西方净土去了 这么多年来 我天天都在杀生 死在我手上的猪 都不知道有多少 我所造罪孽深重 那会有什么功德呀 善心人 你可记得 每一次我们被杀时 你做了些什么吗 猪啊 我实在是救不了你 只有在你临死之前帮你念佛 祈求阿弥陀佛早日把你接往净土去 老婆 这猪都快死了 你还跟他嘀咕什么呢 你 来来来 赶快把猪给我推过来 给我摁住啊 摁住了啊 你一直在心里念佛 一直念到我们断气为止 因为有你的助念 我们得到弥陀的接引 同生到西方净土去了 今天你已修成正果 莲花台上早已留名 快去准备准备吧 三天之后 我们将随阿弥陀佛 以及众菩萨 来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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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 天轨 醒了 起来啦 天轨 你的衣服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春天的在上头 冬天的衣服在下头 你穿的时候千万别弄错了 这些衣服我也穿不着了 送给对面的李嫂吧 严相 这个吸脸水怎么是凉的呢 真是的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用冷水吸脸的 这老婆是怎么搞的 好好好 是我不对 对 严相 你不对劲了 这时候不早了赶快吃饭 吃完饭咱们还得到土厂干活去呢 严相 你不对劲啊 这时候不早了赶紧吃饭 吃完饭咱们还得到土厂干活去呢 我不去了 什么 你不去了 那谁来帮我 我今天不去了 明天也不去了 以后永远也不用去了 赶快过来吃饭吧 快过来吃饭呢 你搞什么呀你 天桂啊 天桂啊 你以后也不要再杀生了 天桂啊 你以后也不要再杀生了 天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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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实告诉你 我要回的家不是你说的家 我要回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什么 你想要去死 你这个人就是存心太坏了 我本来想做一个吃素念佛的人 你却不让我去吃素 不吃素念佛也好 你又让我帮你去杀猪 而且每次还要说杀猪的没罪 按猪脚的有罪 你就是存心不让我去念佛 你 我见你坏得不行 还不知道 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坏事 所以 一直不当着你的面念出声音 这几年 我一直在心里念佛 我按住每一头猪脚的时候 都在心里祈求 直到猪断气为止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这几年 进我手按的每一头猪 都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 为了感谢我给他们念佛 三天后他们要跟随阿弥陀佛 一道来迎接我回西方极乐世界 你听听 这是什么天方夜谭 这连畜生都能往生 我的妈呀 我看你的精神又不正常了 这 就是发烧 把脑袋烧坏了 你接着说 我说的都是实话 得了吧 得了吧你 你说别人我不知道 这说你我还不清楚 这平时我杀猪 你按猪脚 这像你这样的恶人 还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骗鬼呀你 天桂 你信就信 不信也罢 三天后我就要走了 你 你自己多保重吧 你们大伙跟我说说 我老婆要不是疯了的话 怎么会说自己要去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呢 还说猪也去了 过两天要同佛一起来接他 这个人说他要去哪儿 那就是要死了 你们说说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有人知道自己要死的呢 就是吧 谁都不想死 都想好好活着 哪有人高兴兴的去死 死了不是更好吗 可以找个新的嘛 老三 我看你老婆是被鬼吓傻了 要不就是三年没有念佛得憋慌了 说见鬼倒不像啊 说念佛我不让他念他就在心里念 还有呢 在杀猪的时候也念呢 怎么说啊 这事是真是假 这三年之后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 到时候啊是死是活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对对对 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去凑个热闹查个究竟也好啊 对到他那个地方去 到时候啊看他老婆是怎么上西天的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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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你啊 一大清早起来就学人家梳头打扮的啊 还学人家擦香粉 弄得我都不能睡觉了 你真是的 你真是的 事后不早了 赶紧起来吧 莲香 莲香 要是美贵的 请你们想替我去找一个人 怕男孩 你这个你什么时候要去找一把子 他帮我去找个人 你来找个人 你走空空调啊 全发生的 许多远生的 对了 今天不是第三天吗 老婆说今天要走 难道还是真的 我这一辈子从来就没有把你画当真 老子今天不妨相信你一次 我倒是要看看 你是怎么回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家去 怎么样 你老婆怎么样了 难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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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怎么样了 第三天了 没动静 看那边 看看那边 看看怎么出来了没有 知道吧 在里面带里一直没动静 你看看 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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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呆 你看看 没有什么情况 出来了你看看 干嘛呢 是不是神经病啊 没事 哎呀 咋子干什么啊 这是干嘛呀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哎呀 是这出什么事啊 妈是是 难摩阿弥陀佛 哎哎哎哎让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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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嫂呢 嗯 南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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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嗓了 老封人 我过来看看你 南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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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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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走 走 走 你看 你看 你快走了 才打走 不 菩萨 我以前太不应该了 教授你丈夫破坏你修佛 你大人大德 千万不要怪我 我错了 我听你的 我以后再也不打鱼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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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キuel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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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生生的突如其来的事实 令他不知所措 在那一瞬间 弥陀的伟大与真实存在 像一道闪亮的光线 射入他的内心 完全照显出他的罪恶 啊 啊 啊 主 啊 啊 耶 天 只有 無心 彈殺聖靈 会人修行 望佛无信等等 从此以后啊 老蔡变成念佛之人了 师父 这个故事真的太感人了 我一定毫无保留地 把今天所听到的这道丰盛的法餐 送给同修和念佛之人 一起共享 弥陀无条件的救度 极恶之人念佛必救 这就是弥陀的大慈大悲 谢谢师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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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他安静安静 与他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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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他安静